教育大學的同學還有各位師長 很高興今天晚上有這個機會大家去在一堂 我是習慣系的曾建立曾老師 今天晚上我們要邀請一位非常特別的來賓 他是情政務院的唐鳳 唐振偉 我們先掌聲歡迎他一下 唐振偉跟我大概是在三四年前 也是一個晚餐的聚會上面認識的 所以今天大家犧牲各位晚上的休息時間 用餐時間來到這邊 來聽唐振偉跟我們分享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事情 在同樣的一個氛圍下 那不同的是當時我在台北 那今天振偉來到南部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那今天的演講很特別 在一開始啊 振偉會先做一小段時間 15到10分鐘 10到15分鐘 關於這個主題的介紹 但是接下來呢 今天晚上的時間都是大家的 在螢幕上面你們可以看到 slido.com的提問的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面你可以用 證明 密稱或者是密明的方式提問 包含了現在已經有一些問題在上面了 例如說您人生經驗 然後對您影響最大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雷同的問題 可以在後面按讚 在演講的進行的段落 政委會以一張按讚數的多掛來進行一次的回答 那今天晚上的時間 難得很寶貴 那也是希望大家有多多提問 在簡短的介紹之後 讓我們把時間掌聲歡迎交給唐方的唐政委 謝謝憲力的介紹 我們現在離表定時間就是九點 還有接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在這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基本上我要講什麼是完全由大家來決定 各位呢現在連到slido.com上面 輸入00417的這個提問的介面呢 越多人讚的 我就會越先開始講 那這個工作呢 會一直持續到九點到了 或者是大家沒有問題 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這個從來沒有發生過 今天大概也不會發生 然後大家不一定要受到我們今天的講題所限制 當時是他們一定要一個講題 我就昨天給了一個 所以呢 問的問題跟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無關 那也都沒有問題 就是我只要能夠回答的 我就盡量回答 那在過程裡面呢 那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機 也都是異名提問 所以也沒有人知道哪個問題是誰提的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子 才真的能夠受到一個挑戰性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要舉手答問的話呢 都是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 對大家的時間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運用 所以呢 我們就不在這個 多大家的這個 對有位朋友 對然後追問這個要講一下 就是說 常常我講同一句話的時候 大家就會在底下 就會開始討論這一句話 或者說覺得 我們講清楚呢 有部分可以再多講一點 那最新的一個留言 它會跑在最底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也很歡迎大家 就是覺得 因為我完全沒有講清楚 或者說我講到中間 大家有什麼想要評論的 像有一位朋友說 這個提問本身 當時就很創新 很美和 今天的社會創新 這個主題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評論 我也會盡可能的 在看到的時候呢 把它就是highlight起來 然後呢 就是對它有所回應 它回應完之後 就會把它這樣子處理掉 好 那所以 我一開始呢 五分鐘的這個介紹 我想壓縮到三分鐘 好了 OK 我現在在行政院擔任了大概 一年半左右的 數位政委員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政務委員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 院長的一分稱號 那院長他可以在 各個不同的領域裡面 去指派說 政務委員代替他 去協調一些部位之間 大家互相對比求 因此沒有人做的事情 又或者是部位 大家都強制做 彼此彩線的事情 我們的工作 大概就是協調部位之間的 這種無法分工的這個 或無法合作的這個情況 那我自己呢 這個被指定的 這個三個工作的範圍 是互相相關的 就是所謂的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就是 讓政府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讓大家都可以更知道 政府在做什麼 而且能夠加入 那就是一個工作 另外工作就是 今天的獎金 就是從社會企業 到社會創新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 也是需要跟公民社會 不斷的合作 那第三個就是 青年參與的這個工作 就是各位 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有哪些能夠跟公務員 協同工作的部分 盡可能讓青年 能夠多參與一些 那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我的辦公室 大概有二十幾位 全職的借調過來的公務員 然後以及三十五位 就是跟各位差不多 年紀的見習生 所以也算是一個 還蠻大的一個辦公室 但是呢 我們的辦公室的成員呢 事實上是分布在全台灣的各處 因為當初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為了要做好這個公傳溝通的工作 所以我跟行政院講 約法三章 其中一個就是說 我每個禮拜一禮拜四 到台北的行政院開會 剩下禮拜二禮拜三禮拜五 就不要管我在哪裡 那這個時候 大家都可以遠距工作了 因此 我們的見習生 很多也都是在台灣的各個角落 他們透過遠距的工作 來一起把政府的所謂服務 做得更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參與國家經營 所以我看到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留在網路上 那這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就是建立政府跟民間的故事 因為畢竟在現在 任何民間的勢力 任何民間的關注 同樣事情的朋友們 不用等我們一代表 也不用等我們的主流媒體 自己用一個hashtag 或者開一個板 馬上就集結起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政府的功能 就跟過去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我常常用這樣子一張圖啊 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 在以前 在以前我們政府的職能 就有點像是 中間這一根山子 它既要維持社會上 各種的勢力 在角力的時候呢 不要崩斷 就是大家都要聽得懂 名字說的話 有一個組織的功能 另外一個就是 它要有一個裁決的功能 就好像是 確保說雙方都不會打架 打到受傷啊 確保這個兩邊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個 就是比較公平的分配 資源分配的 這樣的功能 那這是以前 大家對於政府的一些期待 但是呢 當我們到了這個世紀 有網際網路 有社群媒體 大家隨時想要組織 就可以任意組織起來的時候 這些利益關係 各自其實不需要政府 自己就可以組織 而且大家都長得非常大 所以政府呢 這根繩子 如果還想要當裁決者的話呢 大概就會被斷斷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呢 所謂社會創新的工作 就是我們不再問說 我們怎麼樣子 才能夠去調和 所有人的公平的分配 因為這個已經是非常困難 我們再問的是說 大家怎麼樣 一起來集思廣益 一起去想說 我們有沒有 雖然大家的一場都一樣 但是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所以我們在 還有像說聯署品牌上面 處理的案子 最近我們每兩個品牌 就會處理一個案子 那上個禮拜的案子 是說單身的女性 可不可以 有一個做人公升職的權利 這個在三十幾個國家可以 在另外三十幾個國家 不可以 台灣那種現實不可以 那但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呢 就不是以個人的私利處罰 而是以就是 小孩的利益處罰 不管你是從哪個地方來討論 那又或者在上個案子 我們處理的是 洞保警察的案子 那同樣的道理 不管你是從東警員 要穿的那種叫 威風一點 或者是警察應該要 要受更好的動物救援的訓練 無論如何 我們怎麼樣討論 都是為了動物的利益 那再往前 我們也討論過很多 環境的利益 或甚至整個生態系的利益 就是簡單來講 我們希望結合大家的各種不同的training 各種不同的skills 各種不同的技能 一起去幫那些沒有辦法投票 沒有辦法為自己發生的一些朋友們 然後一起找出說 怎麼樣把他們翻轉起來 然後呢 讓整個社會都能夠照顧到 所有沒有辦法為自己發生的朋友 那這個就跟傳統的民主的模式 就是戴意識啊 逼人頭啊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在這樣子的模式裡面 我們在問的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以及順著這些共同的價值 我們能夠找到一些 對大家都好 就是對大家都好的一些解決方式 那這個就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指令模式 那這個就是我目前在行政裡面 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推動 跟這個公民社會 一起做一些社會創新 讓各方更牽出彼此的立場 跟感受 那往右邊就是往公務員這邊 讓公務員的作業療程更輕鬆 讓他們看到說 跟大家一起討論的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其實是節省成本的 是減少他們的風險的 而且偶爾還會有一些證據 然後這整件事情 又能夠讓公務員勇於創新不怕失敗 那以上是大概 我在院裡面的一些工作的介紹 我說花五分鐘 那就真的花五分鐘 所以接下來 不管這個大家想問什麼 都很歡迎在這邊提問 我們現在有23個問題 有24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我曾經說我想做的事情 都是不怕完成的事情 新聞目前推動的政務當中 哪一個讓我覺得是最有機會 去實現的非常好多問題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從大概十四五歲 第一次創業開始 我在做的都是同一個研究的題目 英文叫做 scalable listener 中文我們可以翻成 可以擴展式的傾聽 因為我們現在和朋友兩個人 彼此之間互相傾聽 是可以到達一個相當好的對話的深度 二十個人就 開始需要有一些主持技巧 那我們如果到兩百個人的時候 你大場主持差不多兩百人就是極限了 你到兩千人的時候 勢必就會有一些人就是會發展麥克風 其他人就只能聽 大家的這個傾聽的對稱聲音 就會開始出現問題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凝聚成為共識 那我研究的題目一直都是透過這些自動訊的科技 像Slido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不是把我們的注意力搶走 它不像某些社群軟體是說 你在聽演講的時候 它會忽然叮叮想起來 然後你就忍不住要去看一下 然後按個讚 對不對 它同樣子是用你的手機 同樣的是利用各位想要按讚的這個衝動 但是這個東西是把它集中的 到我們這次的考慮裡面來 也就是說它盡可能讓大家的注意力是 能夠對彼此的幫助 然後讓大家更能夠注意在彼此身上 而不是把各自的注意力搶走這樣的工作 所以這是我主要的研究題目 那所以我在推動了政務的時候 我做的事情就是 不斷地在我們公共行政的過程裡面 引入像這樣子的工具 讓大家的時間 可以不要把時間focus在 就是最激化的 或者是最沒有意義感 鑽牛腳尖的這樣的一個工作上 而是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 大家真的是有共識 然後可以做出一些共同決定的事情上 那像這樣子的工作 就是目前我覺得最有機會實現的 因為大部分有經過這樣子的一個 協同工作 協作的一個工作方的公務員 都會發現說 確實我們預期一個一個去 人類的關係人 這個私下談啊 然後呢這個談完之後又翻桌啊等等啊 不如就是一次去把各方不同的利益關係 讓大家平心靜氣 也許你要花五個小時才能夠談出一個結果 但是呢在這個過程之中 大家都彼此比較能夠信任 然後結束之後呢 大家也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當作基礎 然後繼續往下談 所以協作會議這樣子的一個安排 這樣子的一個行事 目前看起來是最有機會實現的 我們也變成了行政院的一個要點 所以不管我當不當數位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大概都會在行政院繼續下去 看起來沒有要追問的 所以我們就 然後拜託如果 如果大家就是想用講話比較方便 或者剛好沒有帶手機 機率不是很高啊 的話 那就可以隨時舉手 或者是不舉手啊 就可以直接進行討論 也不一定要用筛的 有二十一位朋友們 想要這個相應我們管院院長的一個提議啊 說可不可以把我的創業的經驗 跟年輕的學子分享一下 簡單來講 我自從對這個題目感興趣 就是Scalable Listening感興趣 當時我記得我大概十四歲 就是國中二年級 那國中二年級 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就是說 網接網路裡面的一個運用 叫做全球諮詢網 就是有一個瀏覽器 它第一次開始可以顯示圖片 那這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大部分的研究的論文 他們就第一次願意免費的把它放在網路上 然後讓大家在 在所謂的同菜審查 Peer Review之前 就可以看得到 尖端的學者研究的成果 那時候的書籍叫做Preprint 就是說在它印出來之前 先放在全球諮詢網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就發現說 之前我在圖書館裡面找的資料 大專用書的資料 國立拼益館給的資料 差不多都是有十年以上的一個落差 因為從尖端研究到被這個學術認可 然後再讓我們課發會的委員知道 在審定在印成教科書 差不多就是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一開始接觸網接網路的時候 突然間就發現說 好像有些人已經活在十年之後的未來 但是我還在學十年以前的 這個大家的一些工事的一些工作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告訴當時我的國中的校長 我們杜校長說 我可不可以從今天開始 我當時應該是國二上學期的時候 從今天開始我就不來學校了 那我在斷考的時候 我就出現一下 但是我都交百券 那除此之外的時間 就幫忙跟教育局跟讀學講一下 就是稍微騙一下他們說 我有出席 因為當時在台灣 還沒有實驗教育三法 還沒有在家自學 我們有個叫做 強迫入學條例 所以任何人他不去學校的話 家長每天都是要罰錢的 所以我就跟我的校長說 我就是要去做研究的 那你就幫我擋一下教育局 那當時這個校長也是非常的開明 他就很詳細問我 到底要怎麼做研究 研究方法是什麼 我在網路上遇到這些社群 到底是真正的學者 還是一群網路詐騙犯 他問了這大堆人 他就發現說 真的是有一個新的學術社群 在網路上面形成 所以他就很放心 就讓我中錯 但是事情上學期 還是沒有中斷的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自己開始做這方面 我們現在會叫網路社會學 但當時還沒有這個名字 我們的研究 所以當時就跟一些 就是也是寫電腦書的朋友們 就是教大家怎麼做程式設計啊 怎麼去經營社群啊 等等這些朋友們 大概在1996年的時候 一起去成立了一家小的軟體公司 叫做諮詢人 他本來是出版社 那我加入之後 就變成一家軟體公司 那我們當時做了幾個題目 一個是搜尋疫情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個 叫庫比德的一個 線上開賣的網站 也像今天的露天開賣 那再後面一點呢 我有一個朋友 叫高嘉良 他也在那一家公司 做了CICQ 就是有點像 類似今天的LINE吧 這樣子的一個傳訊軟體 所以在96、97年的時候 當時是所謂 第一次網路泡沫的時候 真的是 這個投資人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不得不學了一些商管 或者不學了一些這個財務 會計 甚至創投等等這些工作 但當時就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可能是最早一批 就是跟番薯騰一起去做網路社群的 我們就發現說在網路上面 大家都非常快速就可以彼此信任 我們在線下的世界裡面 常常要一起吃過幾次飯 一起工作了一陣子等等之後 才會願意掏心 然後開始講一些比較私人的事情 但是當時我們在經營的社群裡面 好像只要一個關鍵字 就會當作最好的朋友一樣 然後什麼事情都會講 而且可以非常快速地 做一些共同的一些活動 或者一些campaign 一些運動 這個在學術上有專業名字 叫做swift trust 但是當時為什麼大家在網路上的行為 跟現實時間不同 當時有各種說法 好比像說隔著螢幕你打不到人 所以說你說不那麼怕 這是一個說法 那又或者是說 因為透過網路能夠接觸的話 都是對方片段的一些諮詢 所以說其實對方的整個人格 你是不了解的 不了解就只能腦補 那腦補大部分 腦補最可 所以你補傷的部分 大概就是你最喜歡的部分 所以大家都有一個idealization 就好像剛拍戀愛的時候 那種理想化的心理脊椎在作用 等等 我們當時也有很多不同的假說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也發現說 在網路上 這樣子讓大家快速的相信 快速的動員起來 它既可以把社會的信任凝聚 它也可以把社會的信任撕裂 亂看你這個空間 你的設計 是讓大家彼此越來越信任 還是越來越不信任 看你強調人性的哪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我接下來 就是許多那十幾年的創業 跟年久工作 大概都是在做怎麼樣子 讓好比像說一家非常大的公司 幾萬人的公司 裡面透過這種互相協作 類似像Twitter或維基百科 這樣子的系統 把它導入大公司之中 然後讓大公司裡面 本來要傳好幾層的科層的這個結構 本來所在員工腦裡的很多的想法 都說服大家去像維基百科一樣貢獻出來 然後變成全公司大家共同的一個資產 那這樣子的在西谷的創業題目 大概做了三四個 那也賣了一些 所以這次如果退休之前 33歲之前 大概做了一些創業的題目 大概有四五次 那所以我想這個經驗 可能用一句話來講 就是說我創業的次數越多 越覺得說其實最後還是要為了社會使命 就是要為了讓整個社會變成更好的一個社會 在前面呢 我就覺得說 賺錢啊 投資啊 這個各種各樣的部分 會很有趣的原因 只是因為我還沒有熟悉那些遊戲規則 但是呢 可能我都熟悉這些遊戲規則之後 就發現說 其實這些都是為了正向的社會影響力而服務 那後來呢 我開始慢慢去mentor一些公司 大概也是從這個角度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這個也可以體現在我對所謂的著作權 或者智慧彩想權 或者一廓的關係上 在我剛開始十四五歲創業的時候呢 我每個作品上面都要打上自己的名字 生怕大家不知道 然後呢 這個一天到晚都還想授權費啊 等等這些事情 但是呢 等到這個後來 這個我二二三四十歲 慢慢邁入我事業的後期的階段的時候呢 我就越來越放棄了我的著作權 那終於到三十三歲左右退休的時候 我是連姓名權都拋棄了 所以大家也許有用過我做的一些作品 像一個叫做蒙典的字典 它是線上的國語 台語 客語 多語言的一個詞典 那像那個字典裡面呢 我就會特別的這個加一行去說明啊 說明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蒙典裡面 所有的這些編輯的著作 所有的這些 這些 民客 英法德 它各自都有出處 但是把這些全部 匯集在一起的這個工作呢 我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 拋棄所享有的權利 包含所有相關的 臨界的法律權利 包含性命權 而且貢獻到公眾領域 那什麼叫公眾領域呢 就是你可以拿去 然後說是你做人 然後我絕對不會告你 那為什麼我願意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工作 它在別人的手上 我將貢獻出來了 有人拿去做阿美語的詞典 有人拿去做藏語的詞典 它會發揮我完全沒有想過的這個社會影響力 那我如果把時間 把我的心力 劃在怎麼告別人的話 我花一分心力在這裡 我就少一分心力去創作新的東西 所以說對這些東西的執著 它會變成我創作新的東西的阻礙 我創作了上百個專案 我如果每一個都要去享受權費的話 我就不用做新的事情了 所以這個工作 就是我越到後來創建的時候 我就拋棄了越多的所謂的智慧財產權 那這個也是體現在 就是我對自由軟體 或者是開放文化的這些工作上面 我到越後來就越覺得說 我就不要勉強自己去做 不配合我的志趣的事情 然後呢 用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接那些 願意讓我把我的作品 用開放的方式跟別人分享的一些題目 那所以大概這就是目前的工作上的一些經驗 那當然現在我的心血是各位的納稅潛伏的 我做的任何東西按照我們的著作權法 本來我就沒有著作權 所以可以說這是一個最適合我目前的心態的一個工作 就是公共服務的一個工作 我就知道 而是一個人問這個問題 就是對於台大學院校長官 忠明老師的一些想法 很誠實地跟各位報道 我完全沒有被邀到教育部的所謂的聯繫會議裡面 我也完全沒有涉入 就是目前教育部跟台大的 就是包含他們的研究委員會 或者學生會的意見 不管是技術意見還是法律意見 都沒有人問過我 那所以我想 我可以稍微 很 怎麼講 就是作為一個完全不是厲害關係人的人 我不是覺得說 像我自己 我在入國之後 我還是很願意跟全世界做學術交流 所以像我們做的題目裡面 包含在VR裡面去做公民的討論 那做的方式就是戴上微軟的HoloLens 或者當時我有的HTC的Vive 這些VR的頭盔 那像在這邊座位沒有坐滿 那我一戴上之後呢 就好像陰陽眼一樣 那些空的位置長忽然都跑到 跑出別的學校的學生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把兩三個學校的教室互相建模 然後把它們重疊在一起 就可以讓大家 雖然是在兩或三個地方 但是就好像在同一個地方一樣 去就事論事地討論一些事情 那當時我的機器是加在路口的彰化的機房 然後我是歡迎全世界連上來 那一開始連上來的就是 我記得韓州美術學院 然後跟高雄的 好像我所藝術大學的學生 所以我們就把那兩個教室都建模 然後把我自己的3D的VR的這個分身 這是個模型 傳送到這些不同學校的學生的電腦上 然後大家都是在虛擬空間裡面 這個彼此對話交談 那我記得我當時就是問我們行政院的秘書長 然後他又去問院長說 這樣叫不叫做這個講學 這樣叫不叫做這個複大陸講學 那後來他們就決定這個不算 去的只是我的3D的建模 或者我的機器人的分身 但是這個我仍然還在台北 所以基本上這是不算的 雖然我看到的真的是他們教室 這個不能算是真正的造訪這樣子 那他們那邊當然也去問了他們那邊的 就是可能他們的正位吧 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先例 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很多這種網路上面的場域裡面 它比較沒有我們在現實世界裡面 一定有一些門禁啊 一定要有一些對肉體的一些限制或拘束啊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達到有效的溝通 畢竟我那堂課就是上這個 那但是呢 又比較沒有那種好像你居然那邊 就這個聲線什麼什麼 就回不來了的這樣子一種問題 所以也許真的隔著網路打不到人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讓大家可以彼此信任的一個因素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用類似的方式去參加到現在4次聯合國的相關活動 那目前北京方面大概也沒有怎麼樣再抗議的原因 也就是說因為這個其實它就是一種分享 一種貢獻 它並不是好像零和的去怕什麼東西搶走或奪走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是我自己面對這個狀況的個人經驗 但是就是我對於這個特別的個案 我是真的沒有涉入 所以就只能做一些比較類似自由聯想這樣子的一些回答 有世界外朋友想問說 因為跨性別有沒有在工作上面受到歧視 完全沒有 那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行政院裡面我們本來看重的 就是行政院它是有性性別平等處 有性平等處 其實大家都是樂表行政院去當作一個類似標杆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每次要規劃無障礙空間 規劃性別友善的空間等等的時候 行政院基本上不得不從自己做起 所以像我自己的辦公室 我每個禮拜三都在台北的這個空總 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就是Social Innovation Lab 它長這樣子 然後整個空間都是各個是不同的社會企業 當時大概有100家 我們開了五場共同創作的工作坊 然後大家用類似許願池這樣子的方式 去一起建構出這樣一個很棒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呢 像這個足球場就是喜寒兒創作的 其實你要我畫還畫不出像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天真有童趣的這樣子一個作品 那他們就是在裡面的空間裡面 好比像說一定要有廚房 一定要有這個咖啡廳 廚房還要有大廚 然後每個地方這個都要開到晚上11點 因為大部分的活動是在入夜之後呢 大家才會真的開始嗨起來 那公家的這個很多所謂的創新旅程中心 常常八九點就關門了 大家才正在嗨的時候這個就要收攤了 然後他們就要求我們管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的政委 就是我了 每個禮拜三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就都待在這邊 那待在這邊就是我的office hour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來找我 然後參加政策行程的過程 那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就是關於這個性格友善 我們就是用內政股這個建築研究所 最新的那個設計的方法 就是無障礙的 好比像說的洗手機要好了 無障礙是以前 然後跟南側女側的一樣大 然後性格友善廁所 又跟無障礙的層次也都一樣大 所以在這樣子一種就是最大程度的寒容性的空間裡面 任何人都可以比較自在的去就是使用這些設施 那我想重點是說 這並不是單一一個人好像拍板定案的 就是所有參與它的這個空間的成員 一起去討論之後說好 那我們空間要怎樣配置 我們空間要這樣子用 我想這個過程是比最後我們怎麼樣安排這個空間還來得重要 所以除了在這邊辦活動之外 像我今天上午就是在行政院雲江南的服務中心 加一十五縫北路 一百八四號二樓 就是我每雙周的禮拜二就會巡迴在這四個地方 然後呢不是我自己來 我自己可能在這邊 但是呢同時 像我去花蓮的時候 台東大學就會有另外一批人 然後呢在台北的空中呢 就會有大概十五個不同的部位 所有跟社會創新有關的部位的承辦人 都會透過遠距視訊的方式 去實際看到台灣的各個不同的角落 去做社交流的這些朋友 那只要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碰到的問題 很多都是政府造成的 我們就方法解決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是衝到第一線 好像什麼社會問題都要中央政府 去想好去解決 這不太可能 我們每年只能轉一次方向 是一條非常大非常沉重的一艘船 所以呢就是在每年轉一次方向 這個前提裡面去試著安排這種 每兩個禮拜滾動式的去看每一個地方 他提到的具體的問題 然後我們怎麼樣跨部會的去 一起想怎麼修正這個問題 一旦問題修正了 那所有旁邊十四個部會的朋友們 都知道說 這個東西以後就是找他 就可以這樣子解決了 所以是這種類似Virtual Team的這個方式 我們這樣運行了大概半年 確實就認識了非常多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然後一起去把新的四年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等於是也是用共筆的方式一起寫出來 對這套系統有興趣的話 它的網址是SE Social Enterprise pnpedus 就是我們的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tw 感興趣的話可以在上面看 我們整個政策形成的過程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自己當然是不會有人歧視我的 但是我們也盡可能去讓各種不同的朋友們 一起來參與空間的規劃 所以就不會好像不小心歧視到那些 一開始沒有進來進行遺場設定的朋友 所以這個滾動式的recursive的 就是地毀式的空間營造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有十九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以公民黑客的身份 在政府的內部工作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優勢 非常好的問題 有一個優勢是 我們可以去很容易的去結合 社會上面的各種不同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解決 就是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 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最近我們才推出了 總統盃社會創新黑客松 這個看起來就很高大上的網站 它其實就是把總統證件裡面 某些其實就沒有那麼容易 光靠公部門就完成的一些題目 然後我們請這個 包含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 盡可能跨部門去提案 然後提案的過程裡面 我們大部分看到的這些題目 大概都是需要結合公民跟政府 跟私部門一起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初選、入選的團隊的名單 包含 戶政司要做一個少子化高齡化地圖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家暴激行情防治中心 要一起做一個兒燒在壽園的預警管理 農委會的農事所想要做 用科技堪與環境幫作物驅機避凶 然後消防局一事司他們要去找 有心肺復蘇訓訓練的人 在第一時間能夠趕到 然後幫人救命 然後自來水公司想要建構它的漏水偵測 天下雜誌想要跟工程會要 我們所有製水工程的資料 然後再結合地理資料去看說 我們花了這些工程款下來 到底有沒有真的把水能夠治好等等 就是在這些題目裡面大家可以看到說 大概有六七成大概都是需要政府單位才知道說 我們之前做的哪裡不好 可是以前這些很多是科長級的這些公務員的朋友們 他們難道真的不知道說 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嗎 大部分都是知道的 可是因為他們需要這種跨單位跨領域的合作 所以要嘛就是他們的主管 也許不是很看重這件事情 要嘛就是他們主管跟隔壁的主管之間 可能出的不是非常好 或者是說他手上有資料 但是卻沒有專業運用的人力 或他手上滿滿的專業運用的人力 可是資料就是要不到 等等的這種情況 都可以讓通物體系裡面那些有創新的生意跑不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弄了像總統黑客床 就是這位創新黑客床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呢 它就是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每一個人在提案之後呢 都可以去找一些民間的朋友 然後去展開三個月的協同工作 所以我們從3月23號開始提案 然後從4月3號9號開始整一些個人 來加入這些團隊 我們有三個月的工作方 然後總統呢自己來當PM 所以這個情況下 已經沒有掉不到的資料 然後呢透過幾次的這個協作的指導會議 然後一起去結構這些評審的這些力量 一起去確保說這些做出來的東西 它可以永續的融入到公務體系裡面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很多就是科長籍的這些朋友們 他就會去找他民間的朋友 可能是媒體啊 可能是公司 可能是一些協會 然後他來提案 提案之後呢他再跑出來說 我們來配合辦理 盡力配合辦理 其實全部都是他的主意 那這種情況 這個屢見不顯 所以我們就是類似用這種 就是同時去修改公務員的 運作的這個核心的這個職能 同時又允許他們開外掛的就是內核加上外掛的這種互相協作的一種方式 然後找這個總統或者是找我來幫他們吸收 如果創新萬一三個月爛下來沒有做好 那這個創新的風險跟成本完全由我們吸收 那在這個情況下大家都比較勇於去提出一些 真的結構性的需要十幾個不同的相關的第一關系人 各自都改變一些做法才能夠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所以說我想這個是公民黑客這個身份的優勢 就是說需要跟私部門談的時候 我會用私部門的語言去談 需要跟公民社會談的時候我可以用公民社會的語言去談 需要找一些國際的支持或贊助的時候 我也可以用他們的語言去談 那但是回過頭來我還是用公共行政的語言 去跟公部門的朋友去溝通這樣子的觀念 有十六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前陣子利用機器人參與聯合國會議的新聞 大家都說領初起招 千萬怎麼想到這件事情的 是否還有類似的方式而不為大陸施壓抗議 那其實各位剛剛已經聽到了 就是我第一次用這樣子一個技術 其實就是在杭州跟高雄 這兩個地方都希望我能夠講一些課 但是我人在台北而且我已經入閣了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我互相縫合 所以其實我並不是故意出一個奇招 每一次有人想要邀我去做什麼 好像之前故宮南院 就想要邀我去看一個日本的國寶的一個展出 那當時呢我就想說故宮南院 其實真的能夠去那邊的人 或是知道那邊的人是比較少的 那在這個美術館 在尤其故宮博物院裡面 通常也不允許這個錄影啊 或者是直播啊這些工作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跟當時故宮的館長 他也是我們內閣的隔園 我們的線發非常有趣 我們就跟我們那邊說 這個那同事啊 我不配我人不要去 我就開一輛機器人去 然後那個機器人上面呢 有一個360度的一個鏡頭 我就在台北我帶上VR 我就好像到了故宮南院 那我沒有直播這整個過程 所以任何人呢都可以附身在我身上 我不要好像大家的導遊一樣 然後大家就像在slido上面這樣子 大家都可以問啊 說這個圖偶 是不是就是哆啦A夢裡面的那個 等等的這些問題 然後我就會看這些問題 然後他Forward也正在幫我做導覽的館長 然後他就可以一次解釋 線上跟我一起看展的這些朋友們的意見 那那次的實驗就蠻成功的 那那台機器人就是我去日內瓦 這個時間國國網路治理論壇 的同一台機器人 叫做Double Robotics 所以這整套東西 基本上我就是為了方便 為了不想調時差 為了不想要這個 就是飛機有太多的碳排放 要救北極熊等等的 各種莫名其妙的原因 大概都就是只要主要 會聽得懂的原因啊 我大概就會使用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這樣我可以報復比較多人 然後這樣子比較有趣 然後整個experience會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變得比較 大家會覺得有一些心意 有一些創意 那在 確實我們在日內瓦 用這樣的方式在網路治理論壇 我們架機器都架了半小時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在那個時候呢 確實按照聯合國的某一號決議 他們的就是北京方面的 駐日內瓦的代表 他就面臨一個很困難的選擇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 他算作是一個錄影 雖然他是兩秒鐘之前才錄的 但是也算錄影 如果這個東西算是錄影 那他什麼事都不用做 但如果這個東西 他算是一個人的代表 那他如果不能把我們 從房間裡面趕出去的話 他就得退場 這個是這個外交利益 那但是因為他不確定 這個到底算人還是錄影 所以他最後就採取了一個整中的方法 就是發表一些抗議 那但是呢 在後來呢 就是華盛雲老師 他們的發言人 就把這個定調 就是一個兩個中國 他不能容許這種兩個中國的行為 這個是一種皮膚和書 皮膚和書 都是書 的這個概念 那所以這個想法呢 在那個之後 我們每次參加聯合國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通知他們的秘書處 我們幾點幾分 要在哪裡 用這種視訊的方式去出現 那他們就會告訴北京方面的人 說你幾點幾分 那個胖胖又要來了 他要講這個關於社會創新 關於永續發展目標的一些事情啊 那這個是我們有貢獻的部分 所以其實他們如果在抗議的話 其實也很丟臉 所以目前我們的經驗就是說 只要我事前幾點幾分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到那個幾點幾分 他們的代表就絕對不會出現 在那個會場裡面 那他對外當然都還可以說 這是我們中國台灣的一個模範省啊 在幫大家上課啊 什麼之類的 那不管他怎麼講啊 基本上我們是不抗議 那我們也不會去 故意去攻擊他們 我們就是 就我們能夠貢獻的部分做貢獻 所以在此之後的三次 我們都非常和平的相處 因為北京已經有某種默契了 所以我覺得說 對方的施壓 其實也是看整個國際的情勢 我們能不能夠對聯合國 大家共同的這些永續發展目標 去進行具體的貢獻 我們越能夠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台灣我們這十六項 永續發展目標 都有朋友在做 而且做的時候 不犧牲其他的發展目標 而且我們自己 專注在第十七項 就是促進目標實現的破壞關係 就我剛剛講的這些技術上面 那這個東西它是非常好推廣的 而且在推廣的過程裡面 它既相用於單一民主制 當然也相用於民主集中制 所以個人能夠因為政治的因素 然後說我們不應該做這樣子的貢獻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so far大概都沒有再被施壓 或者再被打壓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外交場合裡面 真的可以具體貢獻的一個部分 有十六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台灣的大學是否太泛濫 畢業之後在國際的舞台上面 是否沒有優勢 這個問題拿來問一個國中的中措商 基本上有點問錯人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大學它永遠都是一個資源 就是我需要用的時候 再去用得上一個場域 那像我剛剛講的就是我投入這個網絲網路 那不得不學一些創投 不得不學一些這些商館的工作的時候 我當然就回去政大 然後去旁聽一些商學員的課 因為我要知道有理論工具我要拿來用 那同樣的道理 我對什麼東西感興趣的時候 我就回大學去旁聽一些 當然那時候很多是研究所的課 然後來跟在當時願意投入這些 不管是哲學啊文學啊社會學啊的朋友 一起去想我們目前面對的狀況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對我來講大學就是隨時在那邊 然後我需要的話就去使用一下 那樣的資源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community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並沒有說好像我非念大學部課 我非念幾年部課 我常常就是旁聽的一兩年 覺得學到差不多可以用了 就再出去闖一闖 闖一闖之後 我也許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論工具 我以前聽都沒有聽過的學問 但是因為我這個創業我必須要回來學 所以我又回大學再花個兩三年 所以我自己對大學的想法一直都像是 大家玩線上遊戲成就解鎖的那個概念 就是你需要什麼你就去點那個技能書 然後你就解鎖幾項成就 那並沒有說你好像一定要練某種技能 你就不能轉職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現在我們在大學的學位授予法 然後以及所謂的大學的高教生 跟對社會的關係等等 其實我們大概都也在調整我們的法規 命令到這個新的方向 也就是說未來很可能不是一個系統都念到尾 而是系進院出 院進系出 跨院跨校的選課 又或者是說你真的念了一兩年就出去了 然後再回來 你又可以再切換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軌道上 所以未來我也覺得大學跟人的關係 其實會是這種終身的一種關係 那我想這裡最重要要改的並不是我們的課檔 或者是我們的大考中心 或者是我們的實培的訓練 這些我們大概都做得差不多了 而是家常的觀念 因為在台灣有一個很tricky的一件事情 就是各位在18歲的時候 從刑法跟兒少保護法上面都是成年了 但是呢要到20歲的時候在民法上面 才叫做成年 所以中間就有兩年的這種 相當灰色地帶的這個情況 就理論上你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 我剛剛講這種切換啊 這種對志願的尋求啊 應該都可以去做 但是你實際要跟社會發生關係的時候 還是要回家來 要爸媽簽字 除非你跑去結婚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 並不是大家 OK 這個不動聲色的 就16歲跑去結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台灣這兩年 大家還是需要跟家長進行溝通的這個工作 就讓我們發現說 我們這種對消遇的對彈性的講法 這件事情它必須要不是只是政府推出政策 而是要一般的家長 大概都要開始能夠接受這種 就是小孩是自己的學習的自主的掌舵者 而不是某一所學校 要為他的小孩12年的這個技能啊等等 來做安排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家長的教育 他沒有辦法照理性去做 所以我想這個是要整個社會 一起來調整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 在國際舞台上面 因為大家 如果以前是覺得說 就是讓學校 反而分級分科 分科之後呢 培養大家的特定的這個track 特定的軌道上面的這個優勢 那這個就像是 有朋友提醒我快沒電了 謝謝 但是實際上它是可以撐到兩個小時的 沒有問題 所以我想 然後我想說的是說 如果在這個過程 每大培養師競爭力 就是在同一條軌道上面 去跑第一名啊第二名啊 這個怎麼樣節省成本啊 怎麼樣增加效率啊 等等這種技能導向的這種思考 其實呢 在現在AI的時代呢 大部分這種 只要是像工具人這樣子 一種技能性的操作性的東西 到最後大概都會被人心動去取代 這個是一定的 那但是呢 大家如果是focus在一些 協同合作的一些素養 就是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保持自己的興趣跟熱情 跟自己很不同的人 不同領域的人 不同種族的人 不同語言的人 能夠互相互動的能力 然後一起找出共同的價值 就是剛剛一開始講的共好的這個素養 那這三個就是我們目前 所謂國民教育的最核心的三個素養 那在這個素養的前提下 大家就可以找到在國際的 新的國際關係裡面 你碰的任何一個題目 那它在分工鏈裡面就可以 一下就找到說 一下最需要的 跟你的職區有想不投的部分 你在那一個軌道上面 基本上就是無可取代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實際上常常看到的 所以說很多人他拼的是競爭力 但是在這個競爭力裡面 已經飽和了 所以你拼再多 那就是等AI的那一天而已 但是如果一直保持著彈性 就是輸到用的時候 就隨便找的這樣子一種 這個自己定義自己的學問 自己定義自己的研究方向的 這樣的能力的話 那不管國際的情勢怎麼改變 你大概都可以找到 你在這個分工裡面 可以有一席之地 而且也可以發揮 正面的社會影響力的這樣一個位置 我弟弟他是做那個教育工作的 他專門教自學生的家長 怎麼教自己的小孩 那所以他對於這個形容有一個名言 就是說 當別人在這個跑道上面 這個明強起跑 預備起跑的時候 你只要一轉身 往一個新的方向跑 你就第一名了 而且永遠第一名 因為別人不會跑這個方向 哈哈 那就是非常地很形象的一個比喻 但事實上自學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它不是說實驗教育的自學 任何大家在學校裡面 只要你自己掌握你自己的學習方向 那你就是自學生 它並不是一個機構裡面的一個定義 它就是你對於你自己的學習方向 有多大的掌握的一個定義 有一個相當多字的問題 開放政府的民眾協談 或不願意進來 越多人質疑公民參與 只是另一個代理實質度 且有完全不同論述派的專家 公民參與只是另一個專家 這裡的考好 請問你覺得在這個問題 只要公民參與 有什麼可以發展的方向 或現行有沒有其他阻礙 我想是這樣 這個時候 我們做 我其實很少說我做公參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在社會創新行動發言也好 我們在PDES也好 我們做的事情它的核心 並不是擴大參與 擴大參與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它只是讓大家能夠彼此更信任的 四個支柱的其中一個 就是右上角的participation 那跟這個同樣重要 或說我而言更重要的是 左邊的那兩個 transparency就是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讓大家透過主資稿 或透過一些網路上面的一些系統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政府到底是怎麼做事情的 它在形成決策之前的討論過程是什麼 它的利益稿 作業階段到底有哪些利害關係的人參與 這個是所謂的transparency 那當政府的政策真的形成了 它變成一個施政的目標 它真的去做了 它說到跟做到 中間到底有沒有系統去追蹤 那個就是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叫做當責 從各位的角度來講 叫做克責 但是這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accountability 我們做一件事情要從頭到尾 說到做到一個account 那同樣重要的就是inclusion 就是大家如果喜歡講話的 喜歡寫字的 喜歡用3D模型互動操作的 用各種不同認知功能的 各種不同認知模型的朋友 應該都要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來指導政府的工作 並且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寒容 就是inclusion 那這四個加在一起 才叫做開放政府 我們並不會覺得說 某一個pillar 就是某一個支柱 它是為了它 是絕對的價值而做 這些都是為了增進 就是公民社會 彼此之間的弧行而做 那其實說真的 我剛講的就是在這個 社交媒體的時代 大家都有非常多的理由 快速的彼此相信 那如果政府的距離 還是跟以前一樣有 大家基本上沒有什麼道理 要相信政府 事實上是不需要相信的 所以唯有政府自己 開始用相同的方式 去相信各位 都能夠看得懂 好比像說 我們在月底就會上線的 join平台 我們對所有的誤會的 關靠的上千個 各個不同的計劃 我們現在所謂的說到做到 就是說既然用了大家大學錢 既然編了一個一年的 或四年的或七年的計劃 既然我們每季 或每月都在管考 不如就讓管考人員 就是國發委員 或監察員 看得到的所有的資訊 都在從平台上面 對各位公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人對任何施工 任何想法 有意見 就直接在底下留言 然後呢 相關的這個朋友們 他不用經過民意代表 也不用經過主流媒體 這些公務員就會直接 跟各位進行 就事論事的一個對話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一方面告訴公務員說 這樣其實是省民的力氣 因為你會被重複 索取資訊 索取可能十幾次 你這樣回了之後 有一個網址 大家就找得到了 那二方面 這也是相信各位 不會濫用這樣一個系統 是真的能夠 在這個系統裡面 去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所運作的 這一個開放政府的模型 它是我們叫做 開放式的多方利益 關係人的治理模型 意思是說你這樣覺得 我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我們就給你一個舞台 給你一個討論的空間 然後呢可以就事論事的 進行討論 但是呢 我們並不是去衝 公民參與的數量 那所以呢 在這裡的所謂的專家治理 當然會有人來留言 他想必是 有某一個方面 跟他的利益有關 或他有某方面的專長 但是我們經常看到 就是在這樣公共政策的討論裡面 大家都是像 各自比較不懂的 學們的專家 互相學習 所以這也是一個 類似學習圈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公參 它並不是 一味的就是說 越多人參與越好 而是說大家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可能 變成是一個 互相學習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這個是 我自己比較看重的 也是為什麼我把trust 就是把戶型 放在最中間 我覺得那個才是 大家有 那旁邊的這些都是 instrument 就是去達成這些 價值的一些工具 那當然我這個看法 在公信全界 並不是很主流 所以我只能說 我是拿網路治理的概念 套用到我們的 民主治理裡面來 那但是在網際網路裡面 因為本來就沒有 有軍隊 本來就沒有這個 海軍陸軍這些東西 大家一定要取得公式 網際網路才能夠運作 所以我們是拿比較純粹的這種 多方體管線的模型 現在使著在公共政策裡面 去加以套用 有位朋友問說 對於Facebook的 Cambridge Analytica的這個事件 以及全球社會 使用社區媒體的看法如何 是不是要刪除Facebook 還是覺得Facebook有何轉機 我自己是 就是灌了兩個 甚至上瀏覽器的一個套件 其中一個叫做 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那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套件 如果有這個瀏覽器 不管是Chrome啊 Safari啊 Fightbox啊 大概都可以裝 然後 那這樣子一個套件 它的功能 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它把你的Facebook的 那個牆 拿掉 然後換成 不管是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阿德勒啊 或者是這個老子啊 或者是某一位思想家的名言 讓你看了之後的 你的這個 認識功能能夠加強 好 那所以呢 它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它把Facebook裡面 你沒有預期就會看到的那個部分 讓人上癮的那個部分 把它拿掉 但除此之外 你要去參加什麼社團 你要看什麼粉絲專頁 你要用Messenger去傳訊息 你要發表網址 你要撥照片 這些功能都還是存在 所以 它拿掉的部分 其實就是 你unpredictable 就是你心裡沒有準備好 它硬塞到你面前的那一個部分 那我自從裝了這個套件 到現在兩年多了 這個精神衛生方面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改善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相當相當相當有用的一個東西 然後 那除此之外 我還搭配了 就是 也是我弟弟唐宗浩 他寫的另外一個插件 它叫做Silent FB 那其實這個概念 其實就比較簡單 它就是 讓臉書界面上面的 所有的圖 都變成灰階的 所以說呢 這邊沒有screenshot 大家可以稍微腦補一下 就是說在臉書上面 其實大家常常對精神攻擊 好比像說在宵夜的時候 看到有人PO了食物圖片 對不對 你就會被觸發一些 比較不想被觸發的一些 就是 神經嘛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做過一些實驗 如果你看到是灰階的 就是灰色的圖片 你就不會被觸發那種 這個衝動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裝的這個extension 就是把上面的所有的圖片的刺激 都變成灰階的 然後你如果真的很想看 誰拍得很漂亮的照片 你的花束移上去 然後你要等它慢慢變成彩色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都是在幫助大家做自我控制 然後就不會好像一下子就被 就被這個奇蹟走了 所以當然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Facebook它一開始 它的這個治理模型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以公共利益 為依歸的治理模型 如果它是一家社會企業的話 那其實很多的這種界面的設計 它現在會強調的 就不會是怎麼樣 攫取大家的注意力 而是怎麼樣讓大家 經過這個經驗之後 能夠自己感覺更好 而且也能夠跟別人更互信 那傳說中 我們這個祖克寶終於派人回屋 我正在把Facebook 往這個方向帶著 這個速度不是很快 據說啦 那但是我們事實上在台灣 也有很多公民社會的空間 像PTT 它一開始就是用這種社群治理的方式 來進行它的界面設計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只有Facebook而已 但是Facebook如果現在 就是忽然當顯了它的社會使命 然後想要變成一家社會企業的話 我覺得也還是有救啦 但是重點是說 大家如何能夠 適用我們剛剛講的Open Government 這四件事情 就是它的這個運作的演算法 怎麼樣更透明 它的這個運作演算法的設定 怎麼樣讓大家更能夠有自主權 它答應要做到的事情 怎麼樣確保它有做到 然後以及這個過程裡面 不懂程式的 不懂數學的朋友 如何能夠拿回更多的這個控制權 那如果這些事情做得好的話 那我想它還是一個Commerce 就是一個共有地 一個公共問談的一個可能性 但在此之前 我們是不會等它的 我們就會一直做各種各樣的空間出來 有位朋友問說 這個是不是有Plugin 能夠把Facebook的廣告也當掉啊 確實啊 就是廣告也是當掉的 所以我想這裡很重要就是說 你是預先決定 你要看到什麼 我要看某一個人 我要看某個關鍵字 我要去搜尋 然後你才看到 而不是說你還沒有預期到 然後就看到了 你越多那種我想要看一個 然後就看到了 那你的Self Control 就越來越好 你越多那種 我沒有預期的 但是它就看到了 的這種東西 那Self Control 就會因此而削減 好 有14位朋友說 目前政府的多數作為 似乎云以背道而馳 從台灣關係到此關係到 體育協會的改革等等 請問您所接觸的民意 是否真的多數對政府施政不滿意 您用什麼方法 真正將民意傳遞給政府朋友們 我們有一句口訣 就是說會喬的小孩 就進廚房 那這個口訣是萬事萬靈的 簡單來講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有一個設計 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這個聯絡人 是一個行政院的一個要點 這個要點說 每一個部會 都要派一個team出來 要結合它的國會新聞 資訊管口 其他相關業務人員 組成一個小組 大的部會 現在大概就有六七個人 在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做什麼呢 就是讓會場的小孩 能夠進廚房 他怎麼製作這件事情 但是對內 它是有一個橫向整合的工作 所以呢 好比想說像去年五月 就是去年的 差不多這個時候 有一位朋友 在我們的 Journey平臺上面提案 這個嚴格愛將不能算做一個提案 因為它的名字 就叫爆炫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我們要是按照 公共知識參與平臺要點 它應該叫做 爆炫軟體 其應更什麼親近Mac 使用族群之類的 但是呢沒有關係 它用這些字就用這些字了 那它的那個提案的主文呢 更是充滿了負能量 我在這邊就不秀出來了 好 確實就是因為去年 剛好Oracle家公司 它Java Adlet的這個技術 在Mac跟Linux上 剛好它把它停用了 所以任何人想要用這些作業系統 不是Windows的報稅 就必須要浪費大概40分鐘的時間 去按很多安全性警告的這個視窗 然後最後還不一定報得了稅 那而且相當火上加油的 就是5月2號 居首有某一位 武區火稅區的朋友們 有一位打電話來的朋友們 他給他一個建議說 你跟你的朋友借Windows就好了 然後所以大家就爆炸 就把火上加油的 把火上加油的 朋友這個借Windows 所以到5月3號的時候呢 就這個聲量就非常非常的強 大概87%是反對政府施政的 只有13%弱弱的說 我們Windows報好像也還好啊 但是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是財政部的金恩 他是專責的 就是他的工作 就是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位專委 他就是馬上就在我們內部的 這個群組裡面說 來我們一定要馬上回 這個問一下唐鳳 可不可以我們就直接邀 這些罵得最兇的人 進來我們的工作坊 用協作的方式一起去探討 報酬問題到底哪裡來用到爆炸 然後能不能好一點 然後我們馬上就說可以 所以他馬上就上去說 好 各位罵得最兇的朋友 接下來各位都將近受到邀請喊 一下是邀請麻什麼之類的 好 那在那個之後 我們馬上就看到聲量就反轉了 就高達8層的朋友 忽然間充滿了正能量 然後呢 就是給了非常多有具體的建設性的建議 只有大概兩層的朋友還在那邊罵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真的把他們都邀來 而且是用直播的方式 貼便利貼的方式 把網路上所有大家的負能量 都聚集在一起 然後試著找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法 我們就發現兩件事 一件事情是說 罵得最兇的這些朋友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真的比我們專業 這位就是使用者體驗設計師 另外還有連署的還有服務設計師 還有專業的blogger 就是專業寫部落客的朋友 然後呢還有各種各樣子的 這個包含資訊工程師等等 他們真的比我們懂 所以就是為什麼他們罵得比較大聲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把他們的這個 能量這個邀進廚房之後 我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成功 就是我們不會去改大家的留言 所以如果大家在留言上面寫字報多 我們就是寫字報多 華麗到讓人迷惘 我們就會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服務設計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叫User Journey 使用者旅程的這樣一個方式 然後去讓所有的朋友們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從收到報稅宣導 到一直到報稅完成為止 中間到底會經過哪些touch point 就是哪些碰到這個服務的一些關卡 那服務設計的精髓 就是說你隨著touch point碰得越來越多 你的感覺要越來越好 體驗心情要越來越好 那但是就有一個朋友呢 告訴我們說 從一開始想到要報稅 心情就不好 所以這個設計的題目 跟一般的題目不太一樣 我們大概很難設計說 你報完稅之後 就充滿了為公益捐獻的這個使命感 這個可能超過我們的力量 但是那我們至少可以做到說 讓大家本來不太好的心情 最後呢也還是不太好而已 就不要那麼不好 對 所以這是相當的挑戰性的 所以呢 我們在那一場工作坊之後 我們就對於這些vertical column 裡面的每一個部分 又再安排了另外五場 就是應該說連這場再四場 一共五場的共同創作的工作坊 然後呢就一起去包含我們的公務員 我們的官傲 就是我們的廠商 各個部會的PO 專業的引導員 PVS的引導員 然後以及Mark最窮的朋友 一起這樣子開了四場共創的工作坊 然後呢 我們就一起做出了今年的 就是即將要上限的保稅系統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Windows 很喜歡用這個舊的那一套 它還在 不過它是長這樣子 但是呢 大家就可以用這種跨平台的保稅系統 真的是漂亮很多 然後也比較容易使用 但重點並不是說 我們最後做出了這種漂亮的東西 重點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engage 了很多 比我們專業的朋友 包含專業的諮詢工程師 告訴我們說 你們根本不用買那些機器 你們可以用雲端租賓的方式等等 所以這整個改寫的預算 它是負的 就是說我們省了一大筆錢 用裡面的零頭 來辦這些工作坊 那這個情況下才真的能夠達到 剛剛所說的共好的這個境界 因為從公務員角度來看 既幫他們省了成本 又幫他們歸逼了風險 就是被立法委員罵到臭頭的那個風險 然後以及可能可以創造一些政策 所以整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重點並不是說 大家滿不滿意 而是說我們慢慢把這個不滿意 當作一個signal 然後呢大家吵得越兇 基本上就越能夠進廚房 進廚房之後還是沒有糖吃啊 當然要自己做 但是重點是說 我們能夠把大家這個意見 具體的聚集在一起 好 有時間我會陪同一下 問說講話怎麼可以這麼流利啊 是怎麼樣去練的 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中間break的一個point 我們可以先喝點水啊 然後我們找一個充電器啊 等等的 大家請請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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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要想到 我可以创造更多社会影响力 也要有回来的 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我自己创业那一个时候 如果好比像说我们这边的朋友跟新加坡的朋友一起做某个题目 可能在2000年 2000年前后 九成的几率是我们这边的人就去新加坡开公司了 然后他们就继续配合新加坡公司 大概只有一成的几率是新加坡人来台湾设议一个公司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设议公司在台湾真的很困难 然后手续这样的繁琐 然后外国人来这边呢 派桃码要投资一大笔钱 要么要找到一家大厂和他背书 然后呢 他的这个子女啊 眷属啊 还不能够享有这个就是医疗的福利跟一些其他的福利等等 总之是一个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善的一个移民政策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就是人本来就会对流 但是来这边好像被水管被卡住了嘛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流出去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不会像欧盟里面人可以自由的流动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以前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应该是人才流入最困难的一个国家 但他们这两年这个攀然回吾 事实上交往过程到变成最开放的一个 那所以我们也跟着交往过程到变成四开放的一个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国外的朋友的话 现在我们有外国人才的专法 有四合一就业金卡 有这些新的这些进来台湾享有差不多一样的福利 然后在台湾创造社会影响的一些方式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尽可能让 好比像刚刚那个公共政策联署的参与平台 你不需要是台湾有神圳证号 你有居留证号 或是可以就业金卡 也可以参与台湾的公共政策 我们尽可能让就是各国的朋友们 现在如果在台湾去做一些社会创新的题目的话 可以得到相当好的支持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促成人才的对流 就比较不会好像是有出国有回来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 有二十四合一 还要来一段rap 真的吗? ok 好啊 试试看 就刚刚说 大家会背那个稿吗? 如果不会的话 我把词拿出来 应该是这样 哇 路口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friendly 这样子他就可以直接做出来 我要一般的速度 Head is a bastard orphan like son of a whore And he's got some drunk in the middle of a forgotten spot in the Caribbean And by poverty and poverty and squalor Who ought to be a hero and a scholar The ten dollar family father Without a father got a lot farther By working a lot harder By being a lost mother By being a self-starter By 14 They're placing charge of the drinking jar And every day was labor being slaughtered And covered away Across the waves The struggle kept his car And son he was longing for something to be a part of the brother And was ready to beg, steal, borrow, or bother And the hurricane came And the devastation rain And our man saw his future Jerking down the dream Pull pencil to his temple Connected to his brain And he wrote his first refrain The testament to his pain But it weren't all around They said this kid didn't seem Took out the collection Just standing to the nail Get your education And for different ones it came And I was gonna know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Alexander Hamilton My name is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re's another thing I haven't done But just you wave Just you wave 差不多啦 一半啦 這樣子 就是沒有特別加速 就是這個速度 所以 基本上就是 就是跟音樂曲面的速度差不要太多 這樣子 好 有16位朋友 馬上就問說 希望這個 我看一下台南大學的網站 配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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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台南大學 對 每一次就是 都會有些人問 跟學校有關的問題 這個是我非常習慣的一件事情 這個已經算是 比較好的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南大學的網站 這件 這個其實是我們 對我們 intern就是 來這邊的 見習生 很多是大學生的一個 基本的訓練 就是說我們 每一年都會頒獎 一個見習生的計畫 去年是用 iPad跟電腦 去看所有的 各部會 508個機關的網站 跟服務 那今年就是去用手機 用iPhone跟Android 實際去看各個部會的服務 那所以大家就會累積一堆 就是 挑錯的這個能力 那在這個能力裡面呢 我們在RAI 2017裡面 就把它整理成 各種各樣子 對各部會的建議 所以大家不是只是挑錯而已 而是在 這個計畫的這個成果裡面 去歸納出政府網站的 常見的問題 然後在這裡面 我們一起集思廣益 做出了一套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 所以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的東西 叫做GDSP 就是政府服務數位 政府數位服務的準則 這個就是靠大家一起去檢視 政府的服務跟政府的網站 看裡面有哪些 不方便使用的部分 然後一起去提出一個 集思光益的意見 那現在接下來會變成 我們做跨部會 跨機關的整合式的 以反應大家的需求為主 而不是以機關的 這個組織將會為主的網站 這件事情的設計規範 所以這個東西 它其實真的是這些 朋友們一起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如果用GDSP的角度 來看這個台南大學的網頁的話 當然首先就是說 它想要服務的對象是誰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學生 作為你目前在校的學生 你進入這個專門給在校學生 這個資訊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說 你所有想用的服務 或者是說你想要做的事情 大概都能夠在這個上面進行反應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服務 那但是因為我畢竟不是台南大學的學生 所以我現在用服務設計的概念 開始帶大家從這個第一步 一直run到最後一步 但是我想這裡面有一個 共同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當然目前看起來在iPhone上面 它用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也有障礙的設計 但是就是說 重點還是它的參與性 就是說各位在用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覺得哪一步 怎麼樣可以更好的話 那是不是有能力去把這個 會炒的傷害搖到廚房裡面 我想這個才是一個政府服務的一個 那當然就是這裡面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在GDSP裡面 有花非常多的時間 來講怎麼樣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包含使用者 也包含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包含學校的行政人員 所有這些朋友們的意見跟經驗 怎麼樣融合到服務的設計裡面 這個大概都是GDSP處理的範圍 所以 至少目前我看起來用平板 或者是做放 這個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至於其他的這個 美學上面的考慮的話 我們通常是 我們當然是先把服務的流程 設計到比較改善之後 再來看美學的部分 所以至少目前 剛剛稍微滑了一下 看起來並沒有太大的 服務設計上的一些blocker 然後就是沒有一些卡住的一個狀況 有十四位朋友想要知道 說我人生經驗裡面 對我影響最大的事件 有很多 但是我挑一個來講好了 就是我當時在十四歲 看到大家都把自己的研究 發在就是網際網路 訊息網上面 然後當時呢 我對人工智慧 特別是對認知科學 那怎麼樣用電腦做出一些認知科學模型 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客棧的題目 就是叫電腦哲學家 就是去做一些邏輯的詞 或一些推理 那所以呢 我就去找了當時的 就是有一位 包括Dobles Hofstadter 他是有一個作者 他是作者的一本書叫G.E.B. 就是Rudel Escherbach 哥德 Escherbach 那那是一本相當有趣的 融合了各種不同的 包含音樂 人工智慧 神學 各種這個禪力啊 各種東西 他把他全部融會在一個 跨越東西方的一本 叫做G.E.B.的一本書裡面 那所以 對我來講的是 就是偶像 就是神這樣 那但是呢 因為我在做的題目 跟他在當時做的題目 就是 翻譯如何讓電腦搞動 怎麼樣的翻譯是好的 怎麼樣翻譯是不好的 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呢 當時呢 我就這個 冒昧的寫了一封 Email去 然後去問他一些 關於他的研究的一些問題 然後呢 我本來完全沒有想到說 是他會親自回 那我本來以為說 助理啊 或者怎麼樣 他不但親自回我 而且呢 他還看得懂中文 他還把我的漢語拼音 稍微矯正了一下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我是誰 對他來講的就是另外一個很陌生的Email 那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或15歲 那所以 可是呢他對待我的方式 就像他對待任何一個研究人員的方式一樣 就是很具體的指出 我的論點裡面的錯誤 又具體的指出 我們可以一起研究的方向等等 就非常非常serious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也不得不serious起來 然後去把他所有提到的東西的reference都查清楚 然後來讓這個對話能夠很具體的往前進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又這個 因為他太太當時翻譯了一首詩 那我對翻譯也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開始討論翻譯 然後就 叫對彼此的中文等等的這些事情 然後就有一小段時間 變成好像畢業的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那個對我其實非常transformative 因為在此之前 我的感覺就是像這種已經有tenure的一個大教授 這個在那個領域最領先的一個研究者 你要見到他一定是要排隊 你一定要先打通成層的關係 你一定要先跟他的這個學校校方建立很好的關係 或甚至你要申請上他做學校 才有可能這個親自大事的風采 但是事實上不是 他就是bmail他就是親自回 然後就非常就是論事的 就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人員一樣 然後來指導我然後來情報的問題 那甚至一些比較personal的這個 關於他的家庭啊他的創作啊等等的東西 我們也就都可以無話不談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對於知識的感覺就改變了 對我來講知識就不是好像有些人專門創作 然後我們是消費整理等等 而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到知識創作的過程 你所有需要的只是一個email帳號而已 那當然這也讓我覺得說 未來就是在我在工作上 物學術上有一些研究的時候 任何人來找我 我也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對待他們 所以我想就是有這樣子一個很平等的 然後又很久是認識的這樣一個討論的過程 在當時對我進入瓦基網路 甚至相信瓦基網路 可以滿足我在學習上所有的需求 而不需要進學校 那個竟然可以說是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那不要問說 雖然中央品牌我們寫了一堆功能 讓它達到客責 達到透明 評重的提案 五千人的門檻 政府也去回應 但是政府內部的人員難道不會反彈嗎 其實這個就是我當時 當初為政委的時候 狂告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各部會都在反彈中央品牌的提案 讓造成他們非常非常大的困擾 好比像說呢 這裡如果剛好有Layer運動的朋友們的話 對不起我要舉各位當作例子 我對Layer運動裡面的歧視 但是有一些Layer運動的朋友們 一直提案給外交部 說我們應該要跟外星人建交 在耶羅因的大使館裡面 這個去用某種方式 去讓外星人注意到台灣的存在 那我們應該超越國際觀的觀念 到達新機關的這個觀念 那所以 就是說 嗯 確實有一些朋友們真的很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對外交部的朋友們 有非常大的困擾 他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去設立 這個跟別外星人的大使館 這個真的超過他們平常的公務訓練 那我們還有很多別的 是的 就是 這種比較 我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政治正確的話講 但是總知識跟公務體系 可能是垂直的方向的這種提案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當時的國發會的分案的原則裡面是 只要審核一通過馬上就分案 所以呢 大家就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去處理這種 永遠不會到五千人的提案 那所以呢 各個就是各個公務員都不堪切喔 那另外呢 就是好比像說他終於成案了 如果他是單一部會的提供的話 那好比像說第一個連署成案的是 就是癌症、免疫細胞療法的開放 那這個政治進入衛福部的診訊 他們真的開放 那是一個非常模範的一個案例 但是這是單一部會的 一旦牽扯到跨部會的案子的時候 那在連署平台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每個人都是用非常客氣的方法說 這不關我的事 然後呢 就所有人都說 這不關我的事 就只能解釋問題 不能解決問題 長次以往 各部會的朋友也覺得很挫折 就是說 好像我們每次碰到跨部會寫調的人都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一起去的時候 就在這個 就是公共政策參與平台的那個要點裡面 加了一條相當關鍵的東西 就是說 開放車的聯絡人是固定的人 我們如果有學過博弈論的話 有一個很有名的博弈論叫做囚犯兩難 囚犯兩難就是 大家要選擇互相合作還是互相不合作 那如果你跟你交往的都是一次性的transactional的關係 你跟他有過一次關係之後 就再也不會有關係的 大家大概都失去選擇不合作 那但是呢 如果你發現 說你會一直跟他持續有關係 到某個程度 大家大概都會選擇合作 那這個是博弈論裡面很有名的一個結論 那我好像有翻譯過一個叫做 新人的演化的遊戲 如果大家對這個 我也能有興趣的話 歡迎玩那個遊戲 那anyway 所以我們的設計就是說 確保每個部會都有固定的人 來協調這種跨部會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大家都跑不掉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一起累積像是戰友一樣的關係 與此同時 我們只有連署超過兩千人 才讓各部會開始認累 開始很安 所以他們的能量就可以專注在那些 即將成案 很有成案可能的案子 而不是浪費時間 一直去做一些 就是不太可能成案的案子 然後呢 當他們彼此之間互相推諉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們就在參與票裡面 放了很重要的一句 就是說 有兩個以上的時候呢 這個平台可以來協調說 A當主辦 B當協辦 那A我抗議說 沒有 我絕對我不是主辦 B才是主辦 我寫的就好 那B就說 C才是主辦 我寫的就好 然後C就算都會寫寫 A才是主辦 應該是想的是對的 那通常這樣推完一圈之後 我們按照詞1.2 所有都列為主辦警官 所以就是一個都跑不掉 所以 這樣當時 這個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就是說 恆春有8000位朋友們一起 事實上 大概這8000人裡面 可能不到一半住恆春 很多人都是去恆春觀光 然後被推坑進來 連署這個提案 他們連署就是說 希望空情總隊把黑音直升機 放到帶火化的恆春機場 當救護車用 因為他們離最近的一個 能夠動 好像說中風和腦神經手術的大醫院 有90分鐘的車程 所以大家去那邊觀光的時候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很嚴重的事情 在你的醫院有時候是沒有 沒有辦法救治的 所以他們希望改成直升機 就可以快個10分鐘 20分鐘 那我們的一開始 分岸當然是分到 內政部的空氣總隊 空氣總隊就是說 我們真的沒有多的黑音直升機 沒辦法找國防部問一下 他們才是主辦 國防部就說 那個軍事基地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使用了 他們覺得 是不是快一點的高速紅路 這樣你後送就不用那麼快了 這應該是交通部的事情 那交通部 就是說 我們就沒有開一個 比較快的高速紅路 而且這個民用航空局的那個機場 我們已經用包機啊 什麼別的方式去火化它 而且 你確定中空的人 適合上直升職嗎 這應該是為了 會COM的事情 應該是在那邊蓋一個大醫院 然後 會COM就說 我們已經請醫學中心那個去支援了 你如果要再 這個 把後送人的那個加強 我覺得還是內政部的事吧 所以 總之 就在這樣一圈折後一個都跑不掉 所有人都有下去的彭春 那我們做的事情就是一次去把所有這些利益關係人 跟在地的這十個不同的方面的各種不同的代表 包含鄉民代表 他是真的鄉民代表 不是PTT上的 鄉民代表 先議員 各種不同層次的代議士 當地的這個基督教醫院 彭春旅遊醫院等等 這些朋友們 我們都一起坐下來 真的開了五個半小時的會議 逐一的去確認四種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法 到底哪一些問題是黃色 解決方法是綠色 然後部位的回應是橘色 然後藍色是事實性的澄清 我們就一起把所有的囚解範圍都走一遍 然後就發現說 其實真的要治本的方法 真的是讓在地的醫師 沒有護理人員可以把心留在這裡 如果你把重病的患者 通通都用直升機送到高雄去了 先不管別的成本 那結果就是說大的醫師 你真的能夠做這些醫師 它更沒有理由留在他們村 然後醫學能量就越來越往大度升級中 那對當地的醫療資源的 就是照顧資源的提供等等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好處 那反過來講 如果要把這邊的醫療資源弄好 那至少他們就要有宿舍吧 我們去才發現他們連宿舍都沒有 然後呢還要自己找地方租地方住 然後呢還要把就是最新的這個醫學儀器 也能夠設置在那邊 讓高雄的大醫院醫師能夠在這邊平常訓練 如果發生事情也許是非醫師過來 不是把病人飛過去嗎等等 所以我們在全部這樣explore完 全部的這些糾結範圍之後 因為那是一個禮拜五 我們每雙周周五就討論一次這樣子的事情 我隔週的禮拜一就會拿去給院長跟其他政府委員說 OK我們討論完這樣事情了 那我們如果走這一條路的話 所有人都不反對 這是在大家的共同價值的這個共識的路上 所以這件事情到那個時候 當時的林訓院長就實際去看了一趟 發現確實是這樣 那也撥了大概三億元 去把當地的公里醫院去擴充 然後真的按照大家的這個糾結的路徑 去解決這件事情 當然不是說這個解法是我們當時透過連署提的 這個可能十年前就已經有代議師提過 我們做的事情是確保第一個 各個部位一個都跑不掉 那第二個是說 他們在這樣跑到完之後 大家都可以看到說公民社會的各個不同的層面 都可以 就是這並不是特定打態 或是特定的議會的 而是大家都覺得說真的這樣的做法對大家都好 誰也沒有太大的損失 對公務員來講 他們最喜歡這個形狀的案子 因為這樣之後他們就可以去做別的了 他們就不用花了很多時間去應付這個 又有方案1.1 2.1 3.1 每個來提的都覺得自己第一個想到 但實際上十年前他們就已經評估過了 所以從各個角度來看 我們這種快速搜尋出口型發案的能力 基本上對政府內部人員長期上面來講 是省大家的力氣的 而不是浪費大家的力氣 那麼在過程裡面 我們就盡量用一些諮詢工具 去進一步檢禁 把他們在處理這些理解的困難 面對AI時代來臨 如何不被取代 又應該如何因應 簡單來講 就是說每個人的工作裡面 都有容的部分 所謂容的部分就是 你換另外一個人來做 也絕對結果是一樣的部分 也就是它裡面並沒有你個人的價值 它沒有價值的判斷 沒有人員之間的溝通 沒有你作為你的獨特的生命經驗 可以貢獻的部分 任何人來做結果都一樣 那這個就是所謂工具人的 工具性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隨著AI時代來臨 工具人的部分 永遠都會被人型工具所替代 這個大概是有定論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部分人的工作裡面 其實只有一些部分是軟的 很多部分它還是在人跟人之間的交流 還是在你不要做一些價值上的判斷 要有一些你獨特的生命經驗 有能夠貢獻的部分 那這些部分當然就不是AI能夠取代的 因為AI它沒有我們這樣子的一種生命經驗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不被取代 重點並不是AI會取代哪些特定的工作 而是AI會導 所有的工作裡面的所有容的部分 慢慢都拿掉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過度認同於某些特定的技能 那當這些技能被拿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相當的失落 但是如果你學習的目的 是為了達成某個社會的使命 或者是某個這個你想要學習的東西 你要滿足的是一些內在的東西 好奇心這些東西 而不是外在的東西的話 那每一個部分被自動化 對你來講 大概就是說 多了一項工具可以用太好了 我不用再管這個部分了 我可以去學新的更有創造力的部分 所以我想養成實實去檢視 自己的工作裡面 哪些是容的部分 就是所謂異化的部分 哪些是不是容的部分 我想這個是滿重要的 因為在接下來 AI就是大幅度的普及 裡面出發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 你就找到一個APP 它就是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容的部分 那你越早開始做這件事情 你就越不會認同於這些重複性的東西 你越不會認同 那這個在自我成自由上面 或者是在跟社會的連帶上面 這些部分 你就越可以多花一些時間 在你這些事情 就是生而為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上面 所以這個是至少我自己營運的方法都是這樣 我工作裡面 任何只要開始重複的部分 我就開始寫成實方法做掉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一直以來的一個習慣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懶 但是我覺得 AI的時代就是說 你就是能夠有系統的去偷懶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技能 14歲 14歲的朋友說 開放政府 總要面對人民嚴苛的克責 是否從成為政委之後 讓我最無力的一個事件 其實我做的這個政委 我是不勢力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保持一個無力的狀態 對 那因為我個人的政治主張 現在台灣很流行 工作歸工作 政治主張歸政治主張 我個人的政治主張是 Anarchism 就是所謂的安娜期 或者這邊翻成無政府主義 那Anarchism它的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誰也不應該對誰下命令 一句話這樣就講完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當時在加入政見員的幾個 勞工協商的條件之一 就是說我並不接受命令 那我只做我自己自願做的事情 但是反過來 我也不命令任何人 所以我並沒有署官 沒有任何人叫我長官 就是我都是訓練 他們都叫我唐峰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並不是部長 也沒有任何支出於我 我督導的部會 所以任何公務員看我 他就是像看一個顧問一樣 或看一個廠商一樣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我就不需要去施力 因為我本來就不在一個 要發命令的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上面 就是這跟我的政治哲學 是相對的 所以這個時候反過來講 就是說當他們面對人民 嚴苛的苛責 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的時候 他就可以好像找一個顧問一樣的說 就是幫我們一下 我們來安排一些程序 讓大家都能夠參與這件事情 那但是呢 如果他平常運作很順暢 他覺得不管是國防啊 或者是這個兩岸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題目啊 他並不想用這樣子的方式做的話 我也不會逼他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做 所以任何場的關係 我並沒有遇到任何的阻力 因為可能就是一個 任者上勾的一個工作概念 但是為什麼我採取這樣的概念 除了我自己的哲學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公文裡面看太多那種 就是人去正习的這種事情 就是如果長官自己有一些偏好 然後他又沒有講清楚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麼當他被換下來 政務官一下就嚇他了 之後那事務官 他沒有內化這些價值 如果沒有內化這些價值的話 所有這些新的這些系統 都馬上就消失了 所以重點並不是改那些外光 重點是改這個系統運作的核心 那你如果要改運作的核心的話 就只能讓他們用自願的方式去改 因為不太可能 這種教育科學文化工作 不太可能你強迫別人去說 那你要自發 這就是work嘛 你不能命令別人說 你要成為一個自發的人 你必須要營造一個環境 讓他們可以在沒有風險的情況之下 慢慢地去有自發 來創新的一個能量 所以目前我並沒有真的 這個很無力的事件 那但是那是因為我一開始 就沒有在這個實力的關係 請問機器人遠距視訊 在未來會是趨勢嗎 現在就是趨勢了 整天都還用 就是說未來創造是已經來了 還是沒有均勻的擴散 我自己當然會覺得說 遠距視訊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它能不能夠支援 大概比HD再高一點點 接近4K 就大概2K左右的這個解析度 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個解析度以上 你看到的microexpression 就是微表情 臉上細微的表情 讓我們在彼此傾聽的時候知道 就是略微點一點頭 眼神在看哪裡 一下子大家有沒有聽懂 還是覺得這個很茫然呢等等 這些都是靠microexpression 那如果我們的頻寬 不管是5G 或是光纖的頻寬 能夠支持這個情況的 對象的一個傳輸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就好像在場一樣的 去感受到彼此的感覺 就可以真的能夠遠距的開會 或進行討論 那如果沒有 那你還是可以做視訊 但是你大概就只能跟你已經認識的人 因為你大概知道 他的一些大肌肉的動作 會配合怎麼樣的microexpression 但是如果你是跟不認識的陌生人 又是用BHD的這個解析度 在做視訊的話 那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基本上都是靠腦部 就是說 你對於他實際的情緒狀態 對於他助力的狀態 大概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腦部進去的 雖然腦部是很明明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是會不錯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很容易變成 談話看起來好像有對焦 但是卻實際上沒有對焦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當然 這樣的講的都是像技術細節 平溫解析度這些東西 但是很多時間研究告訴我們說 到某一個點上 我們才能越過那個叫做 Uncanny Valley 就是看起來很像人 但是不是人 的這樣子一種機器人的存在 才能夠再往上面說 好那他就是一個人 然後我接受他是一個人 然後跟我們有一樣的社會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就是 在這一段過程裡面 我們會一直試各種方法 往這邊就是很安全的 像卡通人物或VR裡面的建模 往這邊就是很高解析度 2K、4K的視訊 但在中間呢 會形成一個 無切實際的一個期望 就是你覺得他好像是人到場 但他實際上到場的是你的腦部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要特別去 注意的一個部分 有一位朋友 九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有沒有期待除了AI之外 把區塊鏈跑入於產業當中 我現在看到區塊鏈三個字 我在腦裡會自動替換成分散式帳的 五個字 那原因就是因為現在有很多技術 他們在實作所謂分散式的帳本 就是大家手上都有一本交易紀錄 那你很難去篡改 不太容易去篡改 然後呢 你在維護它的時候需要的成本 比一些中央化的這個 資料不要來的低 那這個是所謂的分散式帳本 這個是區塊鏈技術解決的一個 叫做 敗暫停 Fault Tolerance 的這樣子一個技術問題 但是呢 區塊鏈并不是達成分散式帳本的唯一的技術 有一些新的技術 好比像說 Sticklet Graph之類 它有的有區塊但是沒有鏈 或者是有鏈但是沒有區塊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叫這些東西 所以我盡可能用DLT 用分散式帳本 因為重點是它解決了什麼問題 而不是說它用什麼方式去做它 OK 那我們要一個DLT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要分散式帳本要做什麼 最簡單的 而且最直覺的 就是在解決 就是剛剛講的克責 或者說如果我們現在切換到一個 比較是 社會企業的這個脈絡啊 那就是責性的一個問題 所謂責性的問題就是說 我真的跟你發生了 好比像說 資金上的往來 或者我捐了錢 或者怎麼樣 我要怎麼知道 你當初說 你要做的那件社會使命 真的有做到 尤其是如果這是跨國的 那我需要去追蹤去做責性的成本相當高啊 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它真的是一家社會企業中心 他拿到我的錢捐到尼泊爾的洪水 他就真的去捐到尼泊爾的洪水 而不是去用在別的事情上的 那這個就是用分散式帳號的 他真的可以幫忙的地方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去 用第三方的這個公開的鏈去 audit 說這些捐款的人 他說自己有捐款 他是不是真的有捐款 這些project他說 他有分散到這些銀行帳號 他是不是有分散到這些銀行帳號 那這個資金分配 他用的還是新台幣或者當地的法幣 他並不是把它當作一個數位貨幣用 但他確保說在每一個點上面 你大聲這個責性 你都不需要過度相信 好想做這個網站 所以這個網站的戰場就比較難去篡改 他如果篡改大家會發現 而即使他倒了 很容易大家都可以加另外一個網站 去追蹤這些潛的流向 這些責性的做法 所以我們從公共治理的角度來看 大概就是這種說到就要做到的 這種事情 從這個停車為學生者 到這個剛剛好比想說的 空氣污染的這個measurement 就是也有商鏈的一個東西 這個是我們在G0V做的一個叫做 臨時空物觀測網 那這個就是大家自己用很便宜的PM2.5 跟其他的空氣品質感測器 自己去感測全台灣的這個空氣品質 那同樣道理如果這個數字可以任意篡改的話 那也會影響這整個project的責性 所以這個也是分散是這樣的可以幫忙的地方 所以我們大概現在看這個技術 大概都是用來增進多方利益關係人之間 彼此之間的信任 那除此之外如果要把它當作投資工具啊 理財工具啊 虛擬貨幣啊 我自己是覺得還沒有很成熟 但是台灣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聽數位政委的 你不用聽金管會的 我們現在有所謂的金融殺核 就是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金融科技方面的創新 然後你又覺得金管會目前的法律好像打到年了 你就可以申請 現在就可以去申請 個人也可以啊 說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我就是要違反 我要違反這幾條金管會的特許的法律 By the way 另外七個不會的 這一個例如相調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預備會議的意見幾年幾月幾日 在哪一場誰講了什麼話 他現在被留到了某個新增方案裡面 工作小組把它放到白皮書裡面的哪一個字去 所以可以說這種政策履歷是最後白皮書的每一個字 你都可以追溯到一開始預備會議的時候 哪一個人講了哪一句話 拘手發言 他是幾天幾分幾秒在哪裡 在直播上面都可以追蹤得到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客責的系統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 重建信任的一個開始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說 並不是因為誰跟哪一個 能源辦公室的委員的交情特別好啊 或者是什麼 所以就把他的意見偷渡進去了 而是說這整個是一個很正當的 參與的程序 而且中間在任何地方都很歡迎大家的意見 所以這個網站就是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reboot 是一個重新開啟的一個過程 讓大家能夠對於能源治理 有一個更一致的一個想像 那但是如果現在不是重新開啟 就是重新寫一個白皮書 而是去就那種已經非改都可的這個情況 就是勞委會的就是勞動部的 基金會協會的合作社 都可以去找人力的計畫 還有更多包含文化部 課委會約明會等等這些部分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 都是去讓社會變得更好 去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在此之前 我們並沒有一個很有系統的方式 讓社會企業 尤其是公司刑牌社會企業 能夠去跟全台灣說 我們這個公司的設立就是為了要做 某一項社會使命 就是為了要解決某些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邊是有一個社會創新的 一個登記的一個管道 那大家在這邊可以看到說 在名單上面 它有各種不同的組織型態 有合作社 有協會 有基金會 有公司 甚至還有同一個社會使命 它要收投資人的錢的時候 是一家公司 要收捐款的時候 是一家基金會 這樣子我們也是這種hybrid的模式 我們現在也相當常見了 所以要怎麼樣regulate 怎麼樣讓大家願意把章程公開 願意把他們的社會使命 跟他們的每年或是每季的 具體的社會影響力評估公開 就是這個平台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接下來 應該是兩個月之內 會往行政院提一個叫做 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在這個社創行動方案裡面 我們就會一次去聚集 比較像以前的社企的行動方案裡面的 就是條法規倡運成縣平台 的這些部分 但是也包含新的 就是從高教生 跟從內政部的合作性運動的 價值培育的部分 永續發展目標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就是透過SDG 進行國際交流的部分 以及推動擴展的這些部分 那這些大概都是social innovation 就是技術進來 我們是用這個來促進社會 大家彼此的共好 共同的利益 而不是完全只是產業創新 就是讓特定的產業能夠更有生產利益 或者是有更省成本等等 我想兩個都是一樣重要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用一個跨部會的這種工作平台 去一起讓這個社會創新能夠變成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我畢業之後 或者是說我學了幾項之後 我投入社會創新 跟我投入產業創新 是編起編做的選擇 那我想這個是這個階段 我們滿重要的一個工作的目標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我剛好也回答了 所以這個就 我們就恰惜 但是這邊有一個朋友問說 對B型企業的看法如何 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所謂B型企業 它主要是針對公司行動 它提供一個類似像平衡積分卡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來確保說 在一個公司它在推動的時候 它對於剛才所講的 就是三個部分 就是它對於它的社會的 包含它的勞工 以及它所在的社區的關係 它對於它的員工 參與治理的關係 它對於環境的關係等等 這些部分 它大概都有做到一些平衡 它的累積分數到某個分數 就可以把自己叫B型企業 就是表示它一定程度上 有照顧到這四個 但是一家B型企業 它可能長得偏向這邊一點 偏向那邊一點 那個都是OK的 所以我們目前 因為對社會企業的定義 是說你有明確的社會使命 你有商業模式 你真的解決了社會問題 你就是社會企業 我們並沒有管你的組織型態 所以B型企業 它就是一種用公司型態 想要做到社會企業的一種方式 它因為是公司型態 而且它非常的Flexible 所以在台灣甚至有上市的銀行 就是網道銀行 它也是一家B型企業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B型企業 法律事務所也有B型企業 我覺得這是拓展 大家對於保障社會企業 一定是弱勢就業 或者是一定是解決特定的 弱勢的問題的 這樣子一種刻板印象 大家可以看到說 你一直在創造新的社會價值 然後去鼓勵一個社會 創新的生態系 你如果是以這個作為你公司的使命的話 你也可以是網易的一個社會企業 有位朋友問說 我不小心直播了一下之後 會不會影響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大概是不會 他們討論了一下之後 目前我們從各種管道街道的消息 都是說他們就是覺得那就是這樣 就是事先讓他們知道就好 這是一個叫做minimum price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我們在外交上面的目的 並不是去call and call 打臉 或者是去這個call and call 讓人家下不了台 我們外交的目的是說 台灣真的有一些 用去發展目標上面 可以讓大家接近 可以貢獻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 包含北京方面也可以使用的 這個並不是 我們特別去排除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應該我看起來是不會影響到 我們跟北京當局的這個關係 那至於這個北京當局 關於憲法的一些這個工作啊 這個就是在我的工作範圍裡面 我應該是不能夠平衡的才對 OK 有一位朋友問說 能不能實現這個遠距就是telework telework 其實我會鼓勵大家去看我們在2015年 經過V台灣多方利益關係人的這個程序 所一起做出來的一套 勞動部的一套指導原則 它應該是叫做遠距勞動的一套指導原則 就是電傳勞動 那telework這個原則 目前也因為就是 越來越多人開始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工作 包含我們對於心理師 接下來醫師的這個援軍看診等等 這些大概都有放寬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意見徵集的過程 跟我們草案的過程 大概都有融入各種不同各行各業的聲音 所以如果感興趣的話 不管你是對媒體啊 或者是對其他的電傳工作 感興趣的話 很歡迎直接看 然後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的指導原則 所以這部分我想我們的法令 從2015年開始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 公務員的話從2014年 人事行政總數就有一個函 大概也沒有什麼問題 主要的問題還是誰先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如果成為一個 大家覺得可以帶頭做的一個文化 因為畢竟像我自己在進行政院之前 行政院所有政委的辦公室都在一樓 然後呢我們就是一樓的九個角落 就是九間辦公室 大家跑公文的時候真的是拿一個信封 然後這樣跑一圈 就把大家簽名都收集完了 公文就可以上二樓就去行政院長了 所以這樣跑一圈可能十分鐘不到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面 用紙本的這個使用者體驗 是比用電腦方便啊 電腦你還要插個自然的評證啊 還要打個密碼啊 這個時間絕對沒有跑公文 就是來得快速 但是呢因為我就講平了 我只有禮拜一跟禮拜四會進行政院 所以說很多時候聯絡我的時候 就不得不用email 不得不用這個我在就是 行政院裡面自己嫁的一些 一些工作的一些平台 那當然這些資安呢都已經有 奧迪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大家還是不會去改變習慣去使用 除非政委就是他們非得聯絡到的這個人 他就不再行政院裡 你跑自然公文你就找得到我 所以這種情況下大家不得不用 那用呢到一個程度也發現說 也沒有那麼難用 好像也還好 本來可能有一些自己下自己的嫌疑 那這個情況下大家就越來越 不會被綁在辦公室 那因為行政院好像還好一點 有些部會可能更嚴重 有一個文化 就是如果長官沒有下班的話 署官不敢先下班 所以這個情況下 如果就是有人 就是不小心批改公安 批改到八點的話 很多時候辦公室的朋友們 就跟著燈火通明等他到八點 那我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辦公室都知道說 我大概就是五點就下班 有的時候拖到六點 到七點已經非常非常罕見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定會下十萬分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辦公室的同仁就已經養成 然後五點就走了走了 這個唐鳳如還沒有下班 然後沒有人理他 等這樣子一種文化 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的生活品質 都有所提高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也比較能夠去運用大家 能夠focus的時間 就好好的focus在事情上面 那如果是大家需要休息的話 也不會彼此牽制 我覺得這個是彈性公司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join平台呢 也幫了一些忙 我們有五千個公務員 一起在join平台提案 說公務員請假規則裡面 目前每次休假 至少要請半天 別的病假 都不用小時來請 但是很奇怪 休假就是要半天來請 雖然勞基法是說 最多可以用一天 但是公務員 應該要優於勞基法 因為我們是比較大的雇主 應該要做得比較帥 大家就提案說 就是應該要改成 以十來幾家 這樣子大家比較有 彈性的運用 大家在休假 那這個工作呢 其實不管講 考試院或者是行政總處 他們並不是不知道 有這樣子的需求 但誰也就想出頭來 當那個第一個講這個的人 然後就是沒有一個依據 那但是join平台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說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 不是唐公突然想要造反 這是五千位公務員的意見 然後呢我們這三十幾位 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投票啊 就這個以壓倒性的票數 說我們要來處理這件案子 當然因為他都是異議關係人嘛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也就衝蛋了 人事行政總處的PO也可以說 那不是我的意見啊 我們三十幾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都覺得這案 應該要這樣子處理啊 那然後呢 考試院的朋友也可以說 那不是他的這個個人的意見啊 是人事行政總處 在有充足的依據底下 行文過來啊 啊夫人事長都來比份啊 所以最後這個權序部就可以說 啊我們競表同意 競表同意 這個行政院的公務人員們 集思廣義出來的意見 我們這個考試院權序部 競表同意 因為這是他們的一個規則 所以我還想說 其實在公務員創新 其實很多時候 它只是需要一個依據 那我們在做這樣子 一個平台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創造 大家覺得早就應該改了 但是一直缺乏一個依據的這個過程 然後讓它在過程裡面 不用擔負額外的風險 剩下三分鐘 我想數位落差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就是這一任的 總統的競選證件 就是寬憑人權 就是任何人都應該 即使它是低收入 或者是付不起這個寬憑的費用 或是住在離島 我們也應該一視同仁的 讓大家能夠接取到 至少10Mbps per second的寬憑 那這個我們也是用 各位的納稅錢用了 一筆特別的預算 來確保這件事情有發生 就是顯現基礎建設裡面的數位建設 那這個真的很重要 那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夠說 所有人都能夠透過網路參與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 讓無法接取網路的人 把它排除在公民之外 那這個是很難接受的事情 那台灣因為我們地形的優勢 所以我們只要鋪緊 光線到離島 我們大概就可以完成 所謂的寬憑人權的這個願景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別的地理不是這樣子的國家 是很困難去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之上 我們就是說 好那大家親愛都有寬憑網路 接下來我們在設計政府服務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確保 實力住行娛樂裡面 大家都不用最自然的方式 transition 就是你本來習慣用紙本 然後怎麼transition到一部分 開始用手機 然後怎麼樣再回到用電腦上等等 這些銜接的部分 我們才能把它設計的好 那如果設計的不好 大家罵的話 那就一起來進廚房 一起來做設計了 所以整個部分 我想我們不是要排除 任何人在這個數位服務之外 但是我們也要確保 我們不要擋到大家的這個progress 所以我們在任何非數位 能夠遞送的服務 大概都會去做digital double 就是用數位的方式來遞送同一個服務 但是我們也會確保說 這兩個中間的銜接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不會硬咬大家 好像非得用數位的服務 可我們是希望把這個做到 大家很自然的願意來使用 朋友問說施行週休三日 是不是更有幫助以及更有效率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 可以創新實驗的一個地方 那北歐也是有在減低工時 也有人一直在說 AI來了之後 就要有這個無條件基本收入 大家周休六日啊 這些都是 我們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各種天馬行空的東西 都會在那邊提出來 所以空總社會創新 就是各種這樣子的朋友們 會去的地方 那我都像就是 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說服一個地方的待遇室 有點像離島博弈公投那樣子 他們真的願意在那一個小區裡面 去做社會實驗 那我想這個是很好的事情 我們也可以參考在類似經濟情況的國家 他們的類似的社會實驗的結果 然後來進行調整 我覺得未來是 本來就是透過這些創新的到來 所以大家只要想出一套合一的做法 很歡迎透過不管是地方的待遇制度 或我們行政院紀念諮詢委員會 或者眾議平台 或年底馬上就很好用的公投的平台 來去進行大家的串聯跟實驗 我覺得是很鼓勵大家去往各種不同的方向想 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就準時結束 謝謝大家